你们在一起都有些什么矛盾啊 就有时候我待在家里 为他做饭啊什么的 他都不是特别理解 他认为我无所事事的 那可不是吗 你不去上班 不去奔钱成这么年轻 你做什么饭呢 你是这么想的是吧 对 你看他都不上班 整天在家慌慌慌慌的 那你现在所谓兼职是兼什么职呢 小伙子都干嘛呀 就是发发传达 一些展会 然后去一下 那你生活费自己挣得出来吗 生活费明天没个位置吗 现在经常吵架吗 对 为什么吵呢 就是因为他没工作才吵 因为他整天在家晃晃悠悠的 他也不出去找工作 当初说得好好的 现在就变成这样了 他就在家带着我手机 你当初喜欢他什么呀 当初就是同学就会嘛 他看着呆呆的 然后话又不多 但是他跟我就会 多说那么一两句 然后觉得还 这个男人还挺特别的 就看着他老实 有安全感 然后后面他就会送一些小礼物呀 每个话之类的 就慢慢聊着就在一起了 现在还送你礼物吗 偶尔会吧 就是一些很小小的礼物 高兴吗 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不就好吗 你支持他就好了 说好好去工作吗 但是他就是不好好工作 我跟他说了好多次 叫他出去找工作 他不去 他不找 那我说我帮你找 因为他性格 就是有点那种弱弱的 然后他不喜欢跟人家说话 那我说我好吧 就帮你找一个那种 酒店前来的工作 然后去上班了 就是上了快半个月吧 有一次我生病 就是发烧感冒就挺严重的 他就死皮拉连地要缠着我说 我不去上班 我要在家里陪着你什么的 我就说我没事的 你去上班 你当时生病这么难受 我忍心放弃你去上班吗 我肯定要留在身边照顾你 但是我那个病 又不是很严重的病 而且我都跟你说了我没事 那刚开始那一天 我确实是挺难受的 而且你跟公司请假说 陪我一天 我跟你说得好好的 后面你必须去上班 你当时怎么答应的 你说好呀 但是后面呢 你非待在家里 你看其他人生病 都希望有个人陪在身边照顾他 为什么我留在身边 你还觉得不好呢 我就是希望你出去上班呀 因为那个工作 才上几个星期 请假真的很不好 你居然不感动啊 姑娘 就是他刚开始的第一天 留在家里 挺感动的 对 但是后面我觉得这样不好 那你那个病几天以后好的呢 就打针输液不是要输三四天嘛 输三四天 我输第二天叫他去 我自己可以的 但是后面他 那工作现在还有吗 没有了 丢了 就是因为这个 对 你不觉得后悔 我只想照顾他 但是也没想这么多嘛 因为工作肯定没他重要 他是最重要的是吧 对对对 反正我超级受不了他 他经常会做一些让我 里外不是人的事 他上次买了一个包给我嘛 一个包 就是一个很小巧的 然后那个包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他 他还跟我说 那个包才三百块钱 人家打着我才买的 但后面就偶尔就会 跟他朋友吃饭 他朋友就说 你那个包就是 小孙子就是五千多块钱 买一包吗 我说什么五千块呀 明明就是三百块嘛 而且他那个朋友眼神特别不对 他就扭头就跟 那个旁边的朋友说 你看他女朋友 就是一个拜金女 以后可千万不要找这种女的 我就很委屈 真的 我就超级觉得不好